第十八條,一條很典型的Computing Square 題目 他就給了一些資料來,有個等腰三角贏 然後裡面有個長方贏,其實很明顯就是考這兩個三角贏 就是SIMULAR,SIMULAR的原因也很簡單 COME ANGLE,這兩個角是一樣,因為這兩條PANEL 然後這兩邊都是一坨的EQUAL ANGLE,所以是AAA的 好,有SIMULAR的話,唯一他就要找長方形面積 長方形面積是長成幅的,所以我就會計算這個高度 開工了,即是說,例如我當這條Y,有什麼玩 我們就會Y除20,就會等於打橫除打橫 好了,但是這條打橫是多長呢?就是30-2S的 30減這兩部分都是S來的,對稱的,等腰 所以兩邊可以一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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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能得到Y就是60-4S over 3 也就是說這個長方形 這個高度會有多就是一個AP 其實就會是20-60-4 over 3 你會發現你是可以 供了一份帽子 將這個3和這個20 這個20其實就是60 over 3 然後再減個面皮 我這裡將它搬到下面 即是說 現在這個AB其實就是20 60 over 3 按一下 60-60加4s over 3 其實就是4s over 3 那我們要計面積 面積當然是長程闊 看回了 它的闊度就是4s over 3 那個長度就是30-2s 即是說那個S 其實就是4s over 3 再乘30-2s 看看去 那 那 將這個4s over 3 乘入兩塊東西 因為這個30和這個3 已經有了 那就是40s 然後4s over 3 又乘入去了 2和4乘在一起就是8 所以就會有-8 over 3 就是Square 那它就要你找這個長方形的 叫做maximum area 就是你要對著呢 這個東西就做computing square 的 好 我先寫上去 第一步就是抽個a出來 就是抽個-8 over 3 那怎樣抽的話 你就把40 除個-8 over 3 那就是-15來的 然後呢 我們就說呢 是要加 就是做完這個 抽A 不要C之後呢 就是除2的一次 那你就把15呢 除2啦 就給回個二次 我們再減15 over 2的二次 那你這三個呢 就會是一個 叫做perfect square的 然後呢 再把這個Puva over 3 就乘入去這兩塊東西裡 好 那就是說呢 這個S呢 其實就會是-8 over 3 x-5 over 2的二次 然後再把-8 over 3 填進去 就是剩150 也就是說呢 這個呢 就是那個maximum area 就是150 那單位是什麼呢 cm cm2 那而呢 這個correspondent S呢 就把這個Pu呢 設定為等於0 等於0之後呢 你會計到X是15 over 2的 好 然後再看Puva C問什麼呢 Puva C呢 就是問 那個叫做 shaded region 的minimum area 那你要那個shaded 那一部分是最小 那就是那個長方圓 拉到最大咯 那你就把整個三個人 減回剛剛 計出來那個最大面積 就會計到minimum area 就是30乘20除2 好啦 那所以呢 required minimum area 呢 就是 2分1乘30乘20 再減150 那就計到呢 就是150cm2 至於這個correspondent S呢 就跟製片一樣的 都為15號分魚 好 那整條做完吧